中环说中环 如是说 我是段杰 那我们也是看到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香港 受到事件的影响 包括有中美贸易关系 包括像是香港本地的社会事件 加上现在的疫情肆虐 那多多少少 其实对于香港本地的震惊方面 都产生了不少的一个影响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梁海明先生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尤其是对于香港的下一步 其实大家真的是存有一个 某些程度的一个问号 会很想问问看 真正的专家或者学者智库 大家到底是怎么想下一步 我们到底何去何从 那首先先来说一下 最近一件事情吧 可能大家会被疫情的新闻 就比较阻扰到现在的很多的视线 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次的派遣 其实是在香港2011年之后的第一次 也就是说其实是时隔了很多年 香港才有了一个所谓的就是每人都能够派到一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做法吗 您或者会觉得说很多人说用这个来稳定人心 还是单单纯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件吗 我感觉派遣只是一时的掌声 你看不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政治的问题 你看财业的门王升了几天就掉下来 很快就掉下来了 因为走出这个政治的困局 一定需要市场的精致 而且也需要实在的长远的政策 在不同方面的政策 比如说在医疗方面 在租房 在昼夜 教育 交通 退休保障 其实都是市民关注的问题 过去几年其实香港政府 也用了差不多两千多个亿派遣 但是你实在来说 有没有带到这个政治增长 也不多 只是很短的掌声 然后就很多怨气 为什么有怨气呢 就是派遣派得慢 人家说四千块钱也派得怎么办 不行的吧 而且节日派遣也要七月份才生成 什么时候能拿到了 你我都不知道 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你拿你的身份证 到人行过屋就行了 就算用这个八达通也可以 为什么不行呢 而且这个非永久居民 也没有包括在内 虚然政府说我们好好利用 这个关爱基金来做点事成 但是整个长期的情况还没有说出来 从也可以利用科技 我们要做一个科资 Smart City 为什么不可以用科技呢 我有看一些就是对应来说 因为你知道隔壁 比如说台湾那一边是做了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 就是他们这次在面对疫情 他们就说据说在五天之内 起了一个IT的一个系统 然后每一个人就拿着自己的一个 证明的身份证明文件 就是你只能规定说你买口罩 就是你买过了这段时间 我在想其实派钱也可以 对不对 我就证明到是我了 我拿过这一次了 就接下来我不能再拿了 但为什么人家就好像 五天搞定了一件事情 我感觉是我们的体制 政府的官僚体制里面 效率是比较低 而且这个公关也做得差 所以就失去这个好事变坏事 理论上就像你说的 这个大家听到能拿钱 都会觉得还是好事情 但是就忍不了横向比较 刚刚我举了就是 当然那个不一定是 特别横向比较的例子 那个是说台湾在抗疫情的时候 的一些反应 我们可以出一下这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是派钱 大家心里面也会觉得说 当然香港这一万块钱 其实数额并不少 如果你比较来看 好像新加坡那边 就是我这一边的 看到新加坡 他们算了算 我折合了一下 他们差不多 就是按照你自己的 收入的等级来派 其实只有最多 也就是1674港元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他这里说了 是21岁的国民 按照年薪的比例来分配 那我们知道澳门那一边 澳门那边也是 永久居民一万元 费永久居民六千 这个大家好像都已经习惯 他们用很长派钱的一个状态 每一年都派了 对啊 而且是居民都派 就像你说的 永久居民的问题 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 包括他其实也提到了一些 中小企的一些 融资担保计划 比如说受疫情影响的一些 中小企 它可以申请上限 60万元的一些免息贷款 等等这样的一个措施 但是呢大家就很容易联想到 在上一轮 比如说SARS之后 就是香港它在下半年 出现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的 一个反弹 其实当时的整个的一个社会环境 和现在真的是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SARS之后 开了所谓的自由行之后的情况 和现在的空间又是很不同 您会对于接下来的 不管是中小企的一个命运 或者是香港本身的一个经济 它在下半年 或者是之后出现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反弹 会有信心吗 我相信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 这个也比较难过的一年 原因就是你看旅游业 现在到外面旅游 是不可能的差不多 每个地方都有问题了 闭关锁锁 闭关锁锁 转过来 谁来香港呢 也是同一个问题 你香港也担心人家来 SARS的时候 有自由行 自由行是国内的同胞过来 现在过来 也有这个不动的问题 社会不稳定 另外也有这个Virus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容易过的 政府虽然有不同的补贴 制作 但是你看 给你20万 大的姐 小的 8万 对吧 也其实包不太多的忙 可能一个月租金就没有了 对了 一个月到了 最多两个月的租金 我今天早上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 他说 我一个月的租金就是30万了 对啊 不可能啊 对吧 但是对这个基金楼方面 是有一点好处 一点点的好处 就算租金给了 还要给人工啊 我是不是不用给人工啊 做企业的人来看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未来两个月 能不能做到生意 我能做到生意 当然我就继续下去 就算你不给补贴 我也做下去 但是转过来说 你没有这个市场 我怎么做下去呢 我熬了一年 一个月 熬不到 第二个月 这个是实在的问题 你看现在的额度 也不是太高 所以呢 对企业来说 我感觉就是这个帮忙 取了这个基金的劳动 有一点点的帮助 其他的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其实一边来说 一些问题或者遇到的困难 也是很希望能够 有一些对症下药的方法 我知道这个您啊 其实在最新的您出的一份报告当中 透视香港问题人群当中 其实提到过一些 某些程度的手术刀 一样的一样的一些刺眼 一些方法 我们来出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其中这个截取了一段话 他说天时地利已经改变 香港走出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甚至人和也发生了转变 有钱赚 有公开 有饭吃 有房住 不再是香港民众的必然 其实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我当然这个现在就是 我想握的 先看这上面这个 刚刚我读的这一句 这个算是一个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 根本的一些问题了吗 对 其实你说天时地利 这个是你看香港的地位 跟以前的地位是改变了 其实很多人没有了解到 还是按旧的方式来处理香港的问题 你看美国对华的政策改变了 过去 以前香港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在这个作用 香港也刚低了 现在很多市场不需要香港了 比如说海运 你看盐田港跟南沙港 都已经现在这个 Tentulang已经增加了很多 卷口 以前香港是 亚太区最大的卷口港 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对吧 美国对香港 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 也通过了 其实对香港的经贸优位 是很大的影响的 我们最近好像是都在处理疫情了 就没有去看 就忘记了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对了 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有影响的 对吧 以前从这个卷口方面 我刚才讲到 就是卷口的客人量 也增低了很多 也给不同的地方 敲跃了 而且还有真正对战 上海 厦门 新加坡 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战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对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刚才有钱赚 有公开 有饭吃 有房租 香港政府 过去港英政府的时候 其实就搭了一个平台 给商界自己来做自由发展 不干预政策 这个就是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就是希望这样 等于它搭了一个平台 你能生存下去 很好 现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香港的企业家 都是这个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成功熬过去的 对吧 有很多已经没了 因为他们也经历了 比如说08年 已经没有了 对吧 成功就是负债 对对对 不成功就是已经负债了 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 搭了一个平台 当时的香港居民 就是有饭吃 有公开 有个房子 已经挺高兴了 而且呢 很多 以前呢 只有英姿的财团 后来就是有一些 香港的财团 主管这个事实 违规了之后 财团的垄断也很重要 你看他们实际上 在现在的财团 在不同行业 都是用财团来经营的 也是很多时候 也是独家的 那么师门的发展 空间就减少了 对师门来说 我没有发展空间 对吧 而且呢 政治增长 从香港的政治增长 每年的GDP 都有些增长 但是不等于 人工方面 不等于 师门的生活水平增长 所以呢 为什么你看到 现在香港 从这次的区议员 选举你看得到 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 对政府有意见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愿望 没有达到 他的愿望是 怎么有一个好的生活 有个房子 当然现在香港的城市 跟20年前是不一样 现在生活指数也挺高的 跟纽约差不多 纽约你可以住在 5th Avenue 第5届 但是你在香港 不是每个人能住在 5th Avenue 香港的5th Avenue 半山啊 对了 所以我年轻人 也要面对这个现实 这个现实 下部应该怎么走下去呢 是不是台湾区呢 是不是一带一路呢 台湾区 你愿意跑一跑 我有时候朋友 实在在香港人 现在也住在深圳 昨天还有个朋友 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现在 回去深圳了 因为他老板在深圳 他一定会回去 但是我说你不能回来 14天啊 但是他说也没办法了 最近其实是看到很多 这个一些就是 沉寂之间的一些 交流的一些阻碍在 那我相信 刚刚您说的有些话 都让我们有一点那种 叮一下的那个感觉 比如说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等等 那我们怎么样 留到下一集 再向梁先生请教 好不好 感谢观看 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